Hello, 我是Azman, 我是教中國語文科的 遵理的日校絕對是負挑戰性 是不折不扣的母人行 當中聰明的同學, 能力比較弱的同學 勤力的同學, 比較深省的同學 甚至是健全的同學, 身心有不足的同學 我都接觸過, 都教過, 都幫過他們 遵理的補習班, 我都教了接近20年 由小學五年級到高中, 我都教過 當然很多經歷都很深刻 記得有一位同學, 他由中一開始遵理補習 我教他中文, 最初他很頑皮, 成績很一般 後來我又一邊管, 一邊教 慢慢他成績又進步, 越學越好 我教到他中學畢業, 後來他才上大學讀藥劑 當中都有兩件事, 我有很深刻的感受 一是說, 最初見到他時, 他很跳跳扎, 很活潑 但到高中的時候, 每一次見到他都有神武器, 面青順白 我感受到, 原來香港的考試制度是很折磨的同學 其次都很因爲, 因爲他能幫助同學成長 幫助他成功 其實, 聰明的同學, 聰明的同學 當然是鳳無倫閣 大部分同學的水準都是一般, 都是比較平庸的 將勤補絕和補習, 能夠幫助他進步 我以前都補習過 不過發覺有兩個問題, 一是老師他本身的能力很高 學會很好, 但他都不知道我有什麼不明白 所以他教的東西, 很多時候都掌握得不太好 所以加上大班教學, 很多時候都照顧不到我 所以今時今日到我教書了 我會覺得, 老師明白什麼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能夠幫助同學, 知道他們有什麼不明白 能夠對症下藥, 提升他們的成績 再加上, 老師和家長之間的溝通是很重要的 這樣才能夠實時幫助同學的進步 另外, 我都堅持在小班教學 這樣才能夠幫助同學, 可以照顧到他們的需要 這些是我在教學上的體驗